盛大的朋友們,我叫黃哲斌 我大概針對所謂業配人生或者是說新聞資助性行銷的演講 今天大概是第35場還是36場 大部分去的地方大概都是以學校大學 或者高中或者是一般企業或者說一些民間團體為主 第一次有機會到社區大學來分享 我覺得台灣的社區大學是一個很棒的現象 也很榮幸可以來到這邊 因為事件關係,我大概很快的簡單的自我介紹一下 講我自己在媒體裡的經歷 跟我為什麼要做這件事情有密切的關係 我是唸傳播科系、新聞科系科班出身的 民國83年,1994年的時候考進中國時報 然後一開始 一開始我就選 我要去台南 當地方記者 等一下,我放一支 喂 喂,喂,不好意思 我放完 我一開始就83年我在台南當地方記者 然後一年過後因為母親的身體關係 所以說請跳回台北 就到台北的社會組 就是專門跑那個燒殺奴獵的那些新聞 83年跑到1986年就是 那時候有一個白曉燕命案 大家應該還記得 那時候半年的時間 長期處在一個非常緊繃的狀態 然後 跑完白曉燕命案之後呢 我就請跳到編輯台做編輯 然後後來2000年的時候 那時候網路在台灣網路 有一波的大爆發 大熱潮 我就被調到中時電子報 就是中國時報的網路部門 在那邊待了八年 我在中時電子報待了八年 然後一直待到2008年 那時候是中時電子報副總編輯的任內 我就覺得自己 待在一個單位也夠久了 然後剛好又覺得想 趁自己還有力氣的時候 40幾歲還有力氣的時候 去跑跑新聞 那剛好那時候 中國時報的 有一位很資深的記者叫何榮信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聽過 他那時候在組織一個調查採訪室 他希望找一個對網路比較有經驗的人 然後他就問我有沒有興趣 回報紙 所以說我在2008年10月 我就請調回中國時報 然後一直到去年12月 我離開報社為止 那講這段經歷當然 主要是有兩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說 我在中國時報其實16年半 不算很短的時間 其實我待過非常多單位 對我來講都是 不管在哪個單位 對我來講都是一個很豐富的人生歷練 從跑社會新聞到 在編輯還學怎麼樣編輯版面 然後一直到再回到網路部門去學網路的知識 然後還有到最後回到調查採訪室 擔任資深記者 然後在那兩年半裡面 我們其實做了幾個 我們自己覺得還算對得起自己的系列報導 包括剛才瑞翔提到的 我的小革命 專門在介紹台灣的一些很棒的朋友的社會行動 還有包括去年一整年的民國99跟台灣99 那如果 所以說我常講 比如說對我來講 中國時報是對我不保的 而且我非常 即使媒體有很多讓人不滿意的地方 可是這個工作是我喜歡的 然後 可是我會離開這個 去年裡會離開報社 當然很重要的一個原因 就是因為媒體的置入信心消失 所以我覺得我沒有辦法忍受的 那第二個我要提到的就是說 我在中國時報十六年半裡面 其實有一半的時間 有八年在中時電視報 所以說我可能比我跟我同齡的朋友 多一點網路的經驗跟知識 也是因為這樣 我決定離開中國時報的時候 我才能夠透過網路 發出一點點聲音 要不然我可能只是另外一個 對媒體失望而默默離開的記者 接下來我們就要進入今天的主題 所以我為什麼會這麼生氣的 然後去離開一個我工作 十六年半 其實就類似像 接下來幾張投影片看到的 所謂的媒體置入信心消 像這個 我要強調一下 我今天舉的例子 大部分是以中國時報為主 可是就像我在文章裡面常常提到 媒體置入信心消在去年這個時間點 各家報紙 各家主要報紙幾乎都有 而且做得比中國時報還誇張 那我大部分舉例 為了方便舉例 我還是都會用內舉不必輕 還是用中國時報 好嗎 好 好